4月2日是导演张艺谋的生日 他正在新片《长城》的剧组 原本早忘了庆生这回事的张艺谋 意外在剧组看到了妻子陈婷和二儿子张艺丁 母子俩是来给张艺谋庆祝生日的 不仅有陈婷定制的长城造型生日蛋糕 还有长城饼干 以及孩子们给爸爸张艺谋的生日祝福 张艺谋的二婚妻子陈婷 以及三个孩子张一南 张一丁 张一娇 都是因张艺谋张伟平闹掰后 张艺谋超声遭举报而陆续曝光的 缴纳了超声罚款后 三个孩子终于不必躲躲苍苍 陈婷也在深思熟虑后开通微博 主动对外发布一些家庭生活照 满足外界对这个明星家庭的好奇心 陈婷谢儿子来剧组探班 来去匆匆 只为给孩子他爸张艺谋庆生 他也叮嘱老毛子 全力以赴拍好长城 家里就交给我了 由此嫌内住 张艺谋真的没有后顾之忧了 夜市的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